南韓的生育率每況愈下 經濟到城南市 特別舉辦大規模的聯誼活動 安排了上百名未婚男女 在高檔飯店裡面見面 希望大家在浪漫的氣氛下 能夠看對眼 趕快踏進禮堂 進一步增產報國 那麼有人懷疑這種活動 到底有多少成效 城南市政府很自豪地表示 幾輪聯誼下來 已經促成了近百對家偶 會場響起溫馨音樂 配上氣球 耶誕樹等節慶裝飾 耶誕節前一個多月 南韓一百名男女精心打扮 來到首爾附近這間高檔飯店 尋覓心目中的另一半 這場聯誼活動 由京濟到城南市政府舉辦 多是二十到三十多歲未婚男女參與 現場準備巧克力 葡萄酒 破冰遊戲 還幫忙免費化妝 市府費心安排 希望促成良緣 讓這些單身人士找到另一半 進而步入禮堂 生養小孩 因為南韓的低生育率 已成為國安議題 去年生育率只有零點七八 南韓政府近年想方設法催生 第一步就是讓年輕人願意成家 城南市政府指出 幾輪聯誼下來 已經促成近百對家偶 但專家認為光靠聯誼 恐怕無法挽救低生育率 參加聯誼活動的部分人士也認為 生小孩要考慮的事情太多 恐怕不是兩人恩愛就可以 韓國統計局二十七號則指出 如果生育率持續地靡不振 到二零五零年韓國十九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數量 將會只剩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 公視新聞 順林編譯